这里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是我人生最低谷期看到光明的地方 是我想来又不知道该不该来 做了很大的思想斗争才确定来的地方 小灵来过来一下 她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聊聊天 聊一个过来吧 聊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我们来这里之后有什么改变 我们是经历了无助 绝望 没有希望 前面看不到光明 一片漆黑 已经不知道怎么走了 我们其实想来海阁这里是半年前就有这个想法 但是那时候想法只是纯纯欲动 是吧 还没有说确定 为啥呢 因为特别咱们去求人嘛 真的是很难开口的 也很难为止 而且最主要是海阁对我们太陌生了 对 他也不了解我们 我们是了解海阁的 我经常看到视频 其实咱们关注了很多大祖国 我们在来海阁这里的时候 我说过一句话 是吧 我说海阁这里呢 是我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是 就是即使来海阁这里 没有得到海阁的帮助 我也不会去其他祖国那里 因为视频和眼睛能看得出来 对 结果 我看得真的挺准的 是 海阁真的很厉害 咱们挣扎 从哪里开始挣扎 要一个决定的时候呢 一定需要一个燃点 是 燃点就是 半年前只是蠢蠢欲动 就是咱们在有一天直播下来 是 然后我直播也卖不少多 很多人也知道 我们就聊啊 我说这以后咋搞 越聊越散火 已经聊到 看不到光明绝望了 我说那路还是要走的呀 已经聊到散火了咱们 聊到散火了 如果就是说 再不想办法突破 那真的要散火 一个燃点 这个时候我立刻 我说我就想到海阁 我做事是雷厉风行的 晚上我就想到 明天我去海阁那里 他惊讶了 我真的很惊讶 他说你去海阁那里 你去干什么 我说去找海阁 他说不行 他说其实他一直在拦着我 他那天跟我说很多遍 你去了之后 你会很失落的 试试 还没有说试试吧 带着那种 哎呀 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反正见一见海阁 咱们认识一下 交个朋友也好啊 对 我那时候想着就是 你出去一趟就当做散散行 因为太散火了 对 那个时候是一个燃点 是我们聊到散火 已经是很难建制下去 才走了这一步 结果来了 咱们发现真的是来对了 海阁给我的感觉是 非常大爱 是 这种大爱是无私的 是 而且很亲切 对 哎呀 真的这个缘分呢 咱这一辈子要珍惜 而且呢 海阁的 这个情分呢 我们会一辈子感恩的 嗯 勇气在心 我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的时候啊 其实一想想 还挺搞笑的 我一进来 我就 我说哎呀 完了 把扰到人家了 为什么 因为房间里 还有其他人 应该他们在 有事情在聊 我进去之后 人家就打断了 我当时真的是很尴尬 我直接跟海阁说几句话 我就要走 海阁问了我 从哪过来啊 我就说从信封 哇 他那么远 这四百来公里 他那不能走 你必须要吃饭 对 然后就坐下就聊嘛 就 聊我的事情 聊完之后 海阁说 那你明天也不能走 仔细跟你聊一聊 他真的是想帮我 那时候 我心里想走还是不走呢 我说是不是也打扰你 海阁说不要走 就在这里 等一下我腾开空 跟你好好聊聊 然后就把刘姐 接受给我认识 就来刘姐这帮忙 然后海阁说 你放心过来 这边我还会 给你很多帮助的 你不用担心 其实海阁我听到那份话之后 我心里已经 特别踏实 是 而且我有点不敢相信 你那时候电话跟我说 我真的不敢相信 等海阁说 你放心 你放心过来就可以了 有我在呢 这句话 这一句话有我在呢 我那个心里真的是 特别酸 大家知道吗 就是当一个人 无助 一无所有的时候 就是在低谷期的时候 能被一个人 拉一把 这种知遇之恩 一辈子都不能忘 我也希望出这个视频 让咱们所有的粉丝 来见证我们 我们的人品 我们的为人 这个恩情 一辈子不能忘 不敢忘 我来自偶然 像一颗城